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欢愉 那我们今天继续讲解BlenderGuru 关于甜点圈的制作教程 在上一期中 我们给我们的咖啡杯中 添加了像水一样的一个透明液体 那在这一期中的话 我们将对我们的液体进行调整 让它看上去像咖啡一样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可能还记得 之前我们做咖啡杯材质的时候 我们是将我们的盘子材质 和我们的杯子材质进行了关联 也就是它们目前都是 玻璃的一个材质 同时的话 由于我们的液体 是从我们的咖啡杯中生成的 所以当我们鼠标 点击我们液体部分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右面这里面的材料属性 我们看到目前液体部分的材料 是Material005 同时我们看到下方有个数字3 这里面写着的是 这个3目前代表着 共享这个材质的物体数量 那这三个共享这个材质的物体 分别是杯子 液体 还有我们下方的盘子 因为我们需要改变液体部分的材料属性 所以我们不希望 这个液体继续共享这个玻璃材质 这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数字3 点击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点击这里面的名称 同时我们可以给它起名叫做Coffee 这时候当我们点击完回车之后 我们看到它目前的材质名称 就变成了咖啡 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跟另外两个物体 共享一个材料属性 那这里当我们想把这个透明的液体 改变成咖啡材质的话 大家可能第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可以改变它的基础色 可以把它改变成 类似于咖啡一样的颜色 这里我们可以试一下 这里当我们点击这个基础色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的颜色 比如调到这种橘黄色左右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目前液体就变成了这样一个状态 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这个液体看上去有点假 首先它不像是一个咖啡 它有点像是一种那种透明的果汁 或者茶一样 所以这个颜色上肯定是不对的 那第二点的话 就是这个液体的颜色太均匀了 它没有因为深度的不同 而产生一个颜色的变化 这里其实大家都知道一点 就是说当我们越接近液体下方的时候 这个光线就越难透过去 所以就导致液体下方的颜色 肯定比液体上方要深 Blender Guru这里面也举例子了 就是比如说当你在泳池 或者你在河里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水面下方左右身体的部分 当然越往下的部分 颜色看上去就会越深 就越不容易看到 所以这里面也是同样的原理 这个基础色的调整 只是改变了液体表面材质的一个颜色 但它并没有办法反映出 我们刚刚讲到的 就是随着深度变化 颜色产生的变化 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给这个颜色 添加一个体积方面的属性 让它随着深度 能有一个不同的变化 所以这里面我们还是把基础色改成白色 比如这里面我可以按Command Z 去撤销刚才的操作 那改变完白色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把右边的属性往下拉 我们看到下面有个选项叫做体积 我们可以把体积这个选项打开 目前它的旁边显示的是5 这里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5 然后我们看到有两个选项 一个叫做体积吸收 一个叫做体积散射 Blender Guru也讲到 一般体积散射 是我们用到比如说像匀层 这样的物体的时候 当光线打到匀层上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散射的效果 这里因为我们做的是液体 所以我们想要它吸收这个光线 所以我们可以点击体积吸收 那点击完体积吸收之后的话 我们看到目前画面中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因为目前它的密度只有1 当我们把这个密度提高的时候 比如说我可以输入个500 我们看到当我们把密度提高之后 这个页面的下方就会颜色变得很深 所以它就有了一种体积的感觉 同时当我们改变完体积吸收这个选项之后的话 在上方shading这个界面里面 我们看到它也多了一个体积吸收这样的节点 这里因为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的节点操作 我们只需要回到layout的界面 在旁边属性操作里面进行修改就可以 那改变完这个体积这个属性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改变它的颜色 这里Blender Guru其实展示了一下 它最开始用的这个照片 在这个咖啡杯的照片上 我们可以看到在页面的边缘 是有一层黄色的一个颜色 随着页面的深度逐渐增加 它的颜色越来越深 然后逐渐变成橘黄色 逐渐变成暗黄色 一往下就接近于这种褐色 这种咖啡色的颜色 所以咖啡的页面的颜色是由浅到深的 那这里面其实我们不需要 对颜色做太多的调节 我们只需要给这个液体 添加最浅那层的颜色 也就是这个黄色 因为我们本身给液体 提前来一个体积的属性 所以Blender会自动 将我们这个颜色逐渐加深 给它一个体积的效果 比如说这里面 我们可以点击体积下方的颜色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选择一个黄色 然后我们可以把画面稍微放大一下 那我们看到虽然我们选择了一个黄色的颜色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咖啡杯边缘的时候 它还是有些很深的颜色的 而且随着这个页面往下加深 它就颜色越来越深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种咖啡的感觉 当然这里如果你要觉得这个颜色太深的话 你可以把它的密度调低一些 这样的话它颜色就会变得浅一些 因为这里要取决于你想做什么类型的咖啡 那有些咖啡的话它可能浓度比较高 有些咖啡的话可能浓度比较低 这里如果你要想把浓度提高一些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它的密度增加 比如说可以提到750左右 这样的话它颜色就更深一些 就有点像是那种浓咖啡的效果 所以这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想要做的效果 去调整这个密度的数值 那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给我们的液体 添加了一个咖啡的一个颜色 那在下一期的节目中 我们将给我们的杯子 做一个UV贴图 让杯子上看上去有那种 凝结的那种小水滴的感觉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华宇 我们下期再见